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堆居石头的有识 怀抱有识 不怀抱的有识 寻找有识 失落有识 保守有识 舍弃有识 撕裂有识 逢补有识 静默有识 言语有识 喜爱有识 愤恨有识 征战有识 和好有识 凡事都有定时 在我们今天一起聚集 作为一个家庭 要准备奉献的时候 我也想分享小小Seline姊妹 跟他们全家的爱心 他们是一个很愿意给的家庭 那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他的先生 昨天就发现在 他的微信里面发现 原来他一直在帮助一个老外 一个老外 因为他当时是可能没有手术费 他不认识这个老外 只是在一个基督徒的群里面 发现了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一直在手术费上 帮助这个弟兄 然后这个弟兄就每年会在感恩节 发一个短信来 表达感恩 但他发那个短信的时候 不知道Seline已经被主接去 而且刚刚 我又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真是 上帝真的很幽默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知道 我 我有的时候会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 我说 因为他在那个LA 他们自己原来他信主的那个教会 国际大使命教会 他们很奉献 他们奉献了很多的钱 特别是帮助那个教会要建堂 买地建堂 然后我就说 我说 我跟你们认识那么久 好像你们从来没有奉献给我过嘛 开玩笑 而且我说 我们也没有 我们教会也没有受到你什么大的奉献 但是上帝真的很幽默 我就在要上台前的一秒钟 皮特牧师告诉我 他们当时奉献一笔很大的 很大的钱 要给LA教会 要建立新堂 但是这个堂后来 后来没有成 建堂没有成 他们就决定把这个钱 转回到BICF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Brian Brian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发现 他说 他说 IMS还是上帝很用的教会 他说 我想我的钱 可以用在 这个传福音的圣工当中 可以对中国 对中国的教会 有更大的帮助跟建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Seline 现在好像肉身已经离开我们 但是我现在是充满喜乐 就像她先生 今天早晨 在8点05分 给我最后一个短信的时候 所表达的 他说 我现在真是可以说 是充满了眼泪 但是内心 可以说感谢神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 Seline给我们的榜样 我们也看到 她生命中的美好 我现在更有盼望的是 我相信他们在 Jonathan身上的期待 我相信 我本来很担心 她的儿子 在这么宝贝长大的 她怎么样去打仗将来 现在他们经历 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 我相信Jonathan 如果将来成为一个牧师 她会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牧师 被上帝重用的一个传道人 好 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 亲爱的主 我知道凡事都有定时 凡事都有旨意 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Seline姊妹 今天就在我们当中 就像Brian刚刚所说的 牧师你去讲道 愿Seline的灵也与你同在 主我们相信她就在我们当中 她看到我们 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她的喜乐 好像我们也在天堂的这个边上 看到了里面的那种美景一样 那种没有忧伤 没有眼泪 没有痛苦的那种环境 主我们也为了她的奉献 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求主继续地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看透今生今世 不要把短暂的一切 看成那么的重要 乃是真是看到永恒国度 让我们的生命 肯投资在永恒的国度当中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